为期三天的2024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 继第四届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 昨天在江苏无锡开幕 除北京、上海、杭州等城市的台湾青年篮球队外 主办方还邀请了岛内六支青年球队参赛 参赛的两岸年轻人表示 场上是对手、场下是朋友 大家都是一家人 来自海峡两岸的24支青年篮球队 近400人在一起切磋球技增进友谊 两支来自岛内的女子篮球队首次应邀参赛 优良的场地设施和热烈的比赛氛围 给女篮队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觉得自己的球场空间很大 然后反正习就是很五彩缤纷、很高级 我觉得就是让两岸有更多的交流 让两岸的球员有更多的互动 然后互相学习 作为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的标志性赛事 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已成功举办三届 吸引了两岸篮球爱好者的关注 已成为两岸青年交流、交往、交心的 体育文化常态化交流平台 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经贸文化交流活动 助力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追梦、祝梦、圆梦